奢侈稅的執行方向,許多民眾的因應知道,還是採取觀望與保留的態度 而源頭的建商也是如此 建商,跟在短期當中獲利的一個投資的客戶 還有本身我們黃中葉的介紹的客戶群裡面,多多少都有影響到 舉個例來說的話,最明顯的話,就是現在的情形 因為政府幫發設施設的政策,許多客戶他的馬藝就是會採取比較慣望的態度出來 不過像以前我來講的話,會比較積極 那間接的話會影響整個市場的交易的落落情形 那有一些建商,包括一些預售物來說的話 他的客戶群,黃這段時間因為政策的關係 那客戶去參觀房子的那個人數啊,逐漸減少 這個很明顯可以說是這個政策的一個很大的影響 而台東房地產市場來說,有待政策的明朗化之後 隨之的市場變動,將會回歸到基本的供需法則 我想這個政策剛開始的話,那客戶的話心態上一定會採取保留的態度 這是一定會的,那整個政策如果是明朗化以後 那市場機制我想慢慢回歸一個很正常的一個買氣 那建商這段時間來講的話,他慢慢的會感受到就是說 一定會回一個很正常的市場的反應自治出來 這一點我想請民眾部分的話,更建商是不用擔心的部分 當然想住大房子或者清新寡遇 最重要的還是了解自己需要的是怎樣的一個家 東台新聞,莊正道,杜志根,台東市報導